27号20时45分 长征5号摇三运载火箭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 约2220秒后 将时间20号卫星准确送入近地点192千米 远地点6.8万千米的预定轨道 发射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发射飞行试验主要考核 长征5号火箭总体方案 各分系统方案的正确性 协调性 对后续航天任务的相关关键技术进行验证 五 四 三 二 一 点火 点火 准备时间 准备下重时 15分 三分钟 准备下6毫秒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大屏幕上显示 火箭目前的飞行状态非常的顺利 即将进入新舰分离 飞行从东分离 我们听到现场的气氛非常非常的热烈 工作人员非常非常激动 这已经标志着长中五号摇三火箭的试验性飞行 取得了圆满成功 这是继长中五号摇二任务发射失利后 时隔908天 我国目前运载能力最大的新一代火箭 胖五再次成功地飞向了太空 capability饱 decor 成功 运轩 起码